麻烦早了 这个体系当中 有哪些优势 但是更多的 我们可能要聊一下 它的这个局限在哪里 以及我们自己 可以怎么为这样的 在这样一个 我们不能改变的 大环境当中 去做一些 自己可以做的一些努力 那我是横孝 是我们北美华人健康 基金会的执行理事 那非常非常感谢 我们这一次福利 各位公益讲座的 这个第六讲的主讲人 我们非常开心的邀请到 四大保险公司的总裁 那他自己本身 已经在这个行业当中 心情耕耘了二十多年 是一个资深的专业人士 那同时呢 他也是加拿大 注册的财务规划师 是我们加拿大 认证保险师 以及加拿大 证券学院的院士 而且他还说 自己每天还在 不断的精进和学习 是我们的盛紫阳先生盛总 那今天呢 我相信盛总 已经准备的 非常的充分啊 要给我们主要讲一下 我们知道这个 天有不色风云 人有或西弹佛 那当我们有 重大疾病的时候 我们有一些 什么样很好的工具 能够帮助我们去 很好的去应对 那么在重大疾病保险 它能够保障我们一些什么 有哪些独特的福利 那我们怎么样去选择 适合自己的一个计划 那么我相信盛总呢 也会用一些真实的案例 给大家好好的专业的去分享 那下面呢 我就把更多的时间 留给我们的盛总 给大家精彩开讲 下面我们就把这个时间 交换给我们的这个盛紫阳 盛老师 好的 谢谢韩老师 感谢北美华人健康的邀请 非常荣幸 能够在第六讲 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也非常巧啊 这个北美华人健康 曹老师和王教授在一起 我们一直呢 得有一些参与 我也非常荣幸 能够作为其中一个义工 那里面有很多朋友们 我刚才看了一些 都是老朋友的 真的是老朋友了 在这呢 跟我们的新老朋友们 先问候一下 与其说今天的介绍呢 刚才韩老师开场了 讲得非常清楚了 我们今天介绍的话呢 分两部分 一部分呢 介绍一下加拿大的公立的 这种医疗健保体系 那么些费用的花费 那有一些呢 福利范围不包的 有局限性的 我们有什么样的应对 整个讲座 我们大概需要 50分钟左右的时间 有任何问题 请朋友们随时可以提问 或者在对话框里面 或者给韩孝老师 发message都可以 那就正式开始 这是跟大家先介绍 自我再介绍一下 上面画的绿线的地方呢 是2001年的3月14号 牌照拿到的日子 到现在呢 已经整整过去 22年半的时间了 感慨很多 22年的过程中 我每天都在想 刚才的朋友圈也在发 关于健康这个话题 无论怎样强调 都不过分 那今天我们就正式开始 这是我今天分享的 整个的一个提高 那用时50分钟 第一呢 先跟大家祝贺一下 加拿大确实是一个 非常非常优秀的国家 非常适于居住 从这个卫生 到教育 到社会治安 到福利体系 在全世界呢 都是公认的是 最最最最顶尖的 这么一个国家了 那这国家里面的话呢 大家也可能知道 我们都有公费医疗 在公费医疗体系里面的话 大家可以想 哦 反正是有了问题 去医院看病啊 找家庭医生呢 都不花钱了 那么究竟整个一个 加拿大医疗体系 能够运转 全面的公费医疗 究竟大概花了多少钱 我们这儿先看一个2019年 也就是疫情前的统计数据 2019年 2019年 我给大家翻译一下 加拿大 整体上 花费了2640亿 在医疗上面 平均到每个人上面 当年2019年 花费了6839块钱 那跟2018年增长的 同比增长 费用上升4.2% 占GDP呢 11.6% 这是2019年的统计数据 讲完这个数据以后呢 朋友们就会想啊 今天已经是2023年 9月13号了 那么你给我看法 最新的数据是什么 我们也有最新的数据 那是2022年 医疗健保的费用 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点 加拿大 医疗费用 2022年 共计支出 3310元 第二 人均支出 8563块钱 第三一点 跟2021年 同比增长 0.8% 2021年 跟20年 同比增长 7.6% 20年 跟19年 同比增长 13.6% 大家知道 什么原因 因为呢 2020年 爆发了 这个新冠疫情 所以政府呢 紧急拨款 因此呢 导致 医疗健保的费用 急剧的上升 也造成了 巨大的赤字 同比 GDP的占比 占了12.2% 讲到这儿呢 要跟大家 插一句 这个今天讲座呢 不是讲什么产品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这么好的一个 医疗健保服务 这公费系统 它呢 需要大量的资金 的去维持 讲到占比 占到12.2 我们在学 金融投资的时候 一个宏观的 经济里面 看一个国家呢 税收 负和高和低 税收 占GDP的比重 加拿大的税收呢 占GDP 占了37% 那么 医疗健保上的费用的话 花了12.2% 换句话说 这个整体的公费 医疗里面 差不多有 三分之一的费用 是给医疗健保 发上去的 所以加拿大政府 对于我们公共健康 还有人民的这个健康 是非常重视的 也是非常 值得这个肯投入的 这一点 需要跟大家讲一下 这是一个整体的介绍 那么朋友们也肯定会很关心 究竟我们的钱 都是怎么花掉的 这个问题呢 我就可以下一页 可以就解释到 这个是一个统计费用的分析 可以看到呢 62%是政府给报销了 换句话说呢 三分之二的费用呢 政府都承担了 那其他呢 还有12%的费用的话 是保险公司承担了 再有一些呢 是其他一些呢 福利的一些组织等等等等 最后 这是需要注意的 15.4% 六分之一不到的费用 是个人要掏腰包的费用 这是一个呢 大家要记得这个数据 15.4% 换句话说 加拿大去年 每个人平均发挥了 8600块钱 8600乘以15% 就是有1200块钱 是从自己口袋花出来的 有的人身体好 没有看病 可能没有花钱 有的人呢 需要看病 可能就会花的钱 有的人这个 过了65岁以后呢 可能政府的福利会更好 尽管看的比较多 但是呢 没有花费这么多 这些都有可能 这个呢 就给大家一个呢 宏观的数据 大家可以知道 下面这个数据呢 就更顺问题 从1974年到2022年 我们可以看到 绿线呢 是实际的支出 黄线呢 是以97年 作为基准线 97年作为基准线 以那一年的Dollar 没有作为通胀 去衡量下来 我们可以看 其实真正的花费呢 因为新冠疫情 再加上通胀 所以导致呢 最近几年的生长 不但呢 升上升 而且呢 上升的幅度还很大 这个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加拿大 对于医疗健保上的资金的需求 越来是越大 那么政府的负担 也越来越重 我们个人要承担的部分呢 也会相应的增加 这是一个趋势 所以我们要做到未雨绸缪 在这呢 要再介绍一下 我们讲完了2022年 已经发生的事情了 加拿大总共花了 三百三千多亿 那么 2023年呢 联邦政府预算 对于卫生健保 这一块 是1983亿 换句话说 不到2000亿 那么实际的花费 22年呢 已经都3000多亿了 那么还有一千亿呢 是缺口 需要通过呢 私人的保险公司 还有个人花费去实现它 这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讲到这呢 就需要介绍了 我们 什么是不包的 一般来讲 大夫开的处方药 看牙 配眼镜 居家护理 甲肢 还有呢 医疗设备 这些呢 是政府的福利系统 不保的 我们这些 换句话说 要自费 那么有的朋友 可能会讲 政府可能 获了一些特殊的 一些program 根据年龄啊 根据这个 这个经济状况 也许厚一些 但是通常所认为 这些都是自费的项目 其实呢 还没有说完 如果我们一旦呢 要吃药了 或者看病 要长期的休息 最大的负用呢 是康复期间 所要面对的 如下这些费用 第一点 因为得了病 不能够工作 失去了工作的收入 第二点 我不能工作了 但是我可能 还有房贷 还有汽车贷款 这些钱 还要继续发 没有停止 不是我停止赚钱了 这些费用就没有了 第三呢 也许呢 需要求医问药 去找呢 比较适合的 这个治疗 这个病的地方 去travel 额外的费用 也要发生 第四 聘请护士 或者护理人员 到家中 为您提供协助 支付政府 医保护员 不包括些药物 我所 现在我们身边呢 有一些朋友 一个月的治疗的费用呢 药位 药费 是一万块钱 这个 这儿举了一个例子 是保险公司的 官方数据 治疗口腔癌症 平均的费用呢 是自费药物 每个月是六千块 为适应疾病呢 进行防务的改造 比如说行动不便呢 我不能上二楼了 我要装楼梯 或者我要在一楼 把我的利用 入入 变成额外的这个居室 还要先用一些改造 等等 这些呢 都是可以预见的费用 而且是不菲的费用 当我们一旦 生了一些中 其一些病 不但不能够 正常的工作 收入会受到损失 同时还要面临 这些额外的上述 还没有限制 这些费用的发生 这个事的话 就非常的痛苦 一般来讲 我们想起来 人呢有几个风险 其中一个风险的话 就是得了重病 这个风险 那么说到这儿 就会说起来 得了病以后 大概有多少概率得病了 我看我身边 没有多少人得病 或者是大家 对我身边的例子 这边呢 可以看一下 每三个加拿大人 就有一个人呢 会患有一种慢性病 慢性病是指的 糖尿病 血压膏 心脏病 等等等等 这些慢性病 每两个加拿大人 就有一个人呢 在某个年纪呢 会得癌症 每十个加拿大人中呢 有九个会有 罹患心脏病 或中风的风险 这个比例很高了 从33%到50%到90% 那么怎么办 这个时候就可以说出来 那么如果一旦 有这种情况发生 一份重病保险呢 会是我们的一个护身符 保护伞 在不时之需 为我们提供帮助 今天呢 与其说是介绍某种产品 其实呢 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加拿大的功力体系 存在的一些情况 我们怎么去应对 而且我也注意到了 我们来这个 今天在座的 有很多呢 是长者 这个产品的目标客户群体 其实是30岁到50岁的 所以呢 我们这个长者呢 您身边的亲人 家人们 都是在这个年群以内的 所以请你们可以 邀请您的亲人 孩子们 可以如果有时间方便 也可以坐在一起 听一听 下面的话呢 就可以介绍一下 究竟这个重病保险 会有什么用途 都管什么事情 有什么福利 为什么这么重要 我们刚才讲了一下呢 重要性必要性 因为政府的公费医疗中 有那么六项呢 是不包的 这六项呢 恰恰是花的费用会比较多 那么重病保险 就可以非常完美的 弥补这一点 首先来讲 重病保险是干什么用的 重病保险啊 是指受保人 一旦罹患了24种 保单合约中 所认定成保的疾病 满足理赔的条件下 再可以 就可以获得一笔免税的 现金赔偿 这个就是一个现金赔偿 重病保险 那么朋友们会说了 24种疾病 都是哪24种疾病呢 这就是24种疾病 24种疾病 可以换成三个比较大类 一类的话呢 是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 这是一大类 第二类的话呢 是一些跟这种呢 慢性病相关的一些 器官移植 肢体分离 有可能跟含尿病区相关的 肾衰竭等等等等 这是一类疾病 在我一类的话呢 跟外伤相关的 因为汽车呀 一些事故啊 导致了一些植物人 昏迷 烧伤等等等等 这是另外一类 一会儿呢 我们会有索赔的统计数据 这呢 先跟大家说一下 症状保险的第一个作用 如果我罹患了上述 24种疾病的其中的一种 那么且满足理赔条件 大家可以问一问 什么叫理赔条件 今天呢 受于时间的限制 不能详细讲 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如果是长了脑部的肿瘤 那么必须呢 得是有一个厘米以上的 这个的话呢 可以作为脑部肿瘤 第二一点 如果我是植物人 昏迷了 必须要满足180天 都在昏迷状态中 保险就可以理赔 这个叫理赔条件 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满足这些条件 保险就会把一笔保额 我当初买的是20万的保险 20万的保险 就会给我到本人手里面 就可以了 这是一种赔法 20万是干什么用的 朋友们不要以为 20万的保险 我是不是医院里的账单 我需要去支付去 医院里面的费用 如果您有OHIP 这些都是保的 那么这些 不是是给到您自己手里面 您自己有完全的权利 去几点怎么用 你是想把房屋进行改造 还是想雇个工人 照顾自己的生活 这是完全是您自己的权利 保险公司对钱的用途 是一笔信给您的 不做任何要求 只要满足受保条件 这个理赔条件 保险公司就会把这笔钱 一笔信给到您手里面 用途不做限制 您可以用这笔钱 找自费的 或者是用一些 政府不管的药物 这些都没有问题 或者去其他的国家去治病 都可以 这是一种 有的时候朋友们会说呀 你这个条件其实都挺麻 我们有时得的一些病啊 比如说一些初期的 前列腺癌 或乳腺癌 原味的 早期的 或者是甲状腺这些 它可能都不保 那么我在这跟朋友们说一下 保险公司呢 确实是非常人道的考虑的 在这呢 有一个介绍 在初期 白血病 冠状动脉成型手术 原味的乳腺癌 黑色素瘤 黑色素瘤的话呢 是指皮下 有0.1毫米这些瘤子 这种情况下 保险公司呢 都可以理赔 理赔的额度是多少 是您买的保额的25% 上限是5万块钱 这是呢 一个额外的费用可以给您 换句话说 如果我买了保险 我呢 打个奥尔夫球 太阳晒的比较多 皮肤呢 有黑色素瘤去形成了 还没有到皮肤癌 还不满足皮肤癌 癌症的理赔条件 我买了20万的保险 这个情况下 我会得到20万的25% 也就是上限 我可以得到上限5万块钱的额外 赔偿 我去积极的治疗 如果这个病呢 没有在初期治好 发整成皮肤癌了 我的20万的保险 继续可以得到赔偿 是这么一个过程 这是第一步和第二步 如果说马上就得了比较重的癌症 这个情况下 20万的保额都会给我 如果是黑色素瘤沉淀 那么可能先给我的是5万块钱 没有治好 剩下20万的接着用 这是另外一种情况 那还有的朋友会说 我们这些呢 还是我们家里面 长寿基因特别好 基本上没有什么病 我最多的话呢 可能以后就是 也没有什么 最多可能就是行动不便 这个情况下 这保险还有什么用途呢 我们就可以接着说 如果呢 生活无法自理了 什么叫生活无法自理 穿衣 吃饭 移动 沐浴 去卫生间 控制去卫生间 六项之中 有两项不能够完成 在这个情况下 可以领取保额的1% 如果我 保额是20万 得了这些 我有可能 是因为生了病 导致生活不能自理 有可能是因为受了外伤 生活不能够自理 也有可能单纯的 就因为上了岁数 这个脑子不太灵光 生活不能自理 都没有关系 只要我满足了 上述六项里面 两项不能够 自己去做 这个时候 我就可以获得 保额的1%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福利 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说的是 重病保险 其实呢 这也是一份 长期护理保险 Long Term Care保险 就可以这么用 有的时候呢 旁边也会问我 这些 是不是要 要人去看护啊 是不是 得有各种 不同的限制条款啊 各公司呢 不太一样 有的公司条款呢 比较的放松一点 有的公司条款 会比较严格一点点 这里面 今天呢 我们以Manual Life 作为举例 比如说 我得了帕金森综合证 帕金森综合证以后 这些生活 就不能够自理了 Manual Life 对于帕金森综合证 生活不能够自理呢 就这么写的 它不需要 专门的看护 只要两项事情 不能够自己去做了 你的保险 就可以理赔了 有的保险公司 会有八小时 看护条款 八小时 看护条款是指 这些病得了以后 必须要每天 有八个小时时间呢 有专人去看护你 你才可以领这项福利 所以呢 公司不一样 我们的这个 解读起来 也不太一样 跟大家也介绍一下 感兴趣的朋友们 我们可以呢 私下讨论 或者找你们的理财顾问 去进行呢 各个公司的 去进行一个比较 加拿大有五家 主要的保险公司 都有带领的重病保险 我今天呢 因为时间有限 尽管我们五家都带领 我只用Mandulife 红利保险的重病保险 举一个例子而已 希望大家呢 要知道 加拿大呢 主要的保险公司 都有重病保险的福利 不是仅有一家 而且各公司都还有特色 感兴趣的朋友们 我们可以私下接着讨论 这点我就不做 这个具体介绍了 下面呢 就可以接着说了 还是刚才 我们有的朋友呢 确实是长寿基因 到了家里面 人80岁90岁了 还是一人是头脑 非常清晰 生活完全自离 在这个情况下 就是你看 我买了保险以后啊 好像都用不到它 我买了保险 没有用 我就白买了 不买呢 我又不放心 买了的话呢 可能白交保费 这呢 我可以带大家 再介绍一下 保险公司里面 全世界的保险公司 第一份重病保险 起源是从南非起源的 是一个心脏外科手术 大夫 把这个保险引进来的 为什么呢 重病保险呢 其实历史上 非常的年轻 满达总共也就 40个段时间 80年代的时候 南非的一位外科 心脏外科手术医生 把这个保险的话呢 引进来的 因为他发现 得了心脏病以后 绝大部分情况下 客人们会康复 但康复以后 他可能无法从事 以前那种强度的 这种工作 导致的话呢 收入会受到损失和影响 在这个情况下 这个心脏外科手术医生 发明了这么一个保险 就是要得了重病 刚开始保的 只是心脏病 后来慢慢加上癌症 心脏血管疾病这些 那这份保险 先在欧洲开始 又然后呢 到了北美洲 全世界望去 有重病保险的国家很多 但是有不理赔 退保费条款的保险公司 国家只有加拿大一个地方有 那么如果我没有生病 我交的保费 当初您选择的退保费条款 你的保险可以把保费都退回来 在没有索赔过的情况下 在满足理赔条件 在满足退款条件的情况下 都会退回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消息 讲到这儿呢 跟大家重复一下 如果说不幸 罹患24种疾病 那么在满足理赔条件的情况下 保险公司会把一笔保额 你当时买的保额 没有税给到您的手上 用途不限 您自己的话 一笔性都给到 如果说我没有罹患这么重的疾病 只是出席一些小的 这个早发的病症 还没辅着完全理赔条件 保险公司也会给您 保额的上限的百分之 保额的25% 上限5万块钱 作为一个初期的一个赔偿 如果并且呢 没有治愈继续发展 那么保额还能够额外的 继续赔给您 这是第二种情况 第三种情况 如果我没有罹患疾病 我只是呢 因为呢 外伤或者是衰老啊 等等等等情况 导致生活不能自理 六项工作中的日常的生活 必须的工作中 有两项不能自己完成 保险公司会每个月 给保额的百分之一 如果每个月都给百分之一 就能给一百个月 换句话说八年多的时间 如果我住进了养老院 那么会给您的保额的百分之二 每个月 那么就会给五十个月 换句话说就是四年的时间 这是另外一种 再如果我真的是没有生病 我在没有生病的情况下 十五年之后 在满足退款的条件的情况下 您的保费 在您的要求下 都可以完全退还给您 这就是 所以你的钱永远不会白用 再有 如果我真的是 什么都没有发生 只是中途呢 这个出现身故 这个无偿和明天 不知道谁先来 出这种情况 您所交的保费 也会退给您指定的受益 因此这种保险 您所交的钱 没有一分钱 是没有用途的 也没有一分钱 是拿不回来的 讲到这 还要讲一个呢 非常的贵宾的 尊贵的服务 什么服务 这个我要讲到这的时候 先讲一个 我们身边的故事 我从1922年了 身边呢 见了很多理赔的事情 也见了很多 需要需求帮助的这种故事 那么今天就讲一个 我们遇到过一个情况 那么大家都知道 加拿大的一般属于 公立的医疗体系 那么私立的医疗系统的话呢 不是说你不可以去 只不过你要提前去 要提前报到很多年 才能够真正才有用途 不是你马上去报名 这个私人诊所就可以管用的 那么有一种服务 叫做private doctor 或者best doctor manulife这间保险工 它能够做到什么呢 它呢 如果您是manulife的 重病保险的客人 在一旦患病的情况下 保险公司会替您寻找 全球范围内 顶级的医疗权队 和权威的治疗方案 保险公司会去替您寻找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 那么平均呢 四天会给出方案 比如说 少保人 得了病 不太呢 希望呢 找呢 另外的权威的大夫呢 给出了不同的意见 或者方案 那个多加会诊 就属于专家会诊 这个时候 保险公司会帮助您 他们会把您的病理报告 这些所有的家庭人报告呢 会找到有关部门 比如说哈佛大学的医学院 或者是美国的 霍普金斯医学院 这都是顶级的 全美医疗机构 他们会给出答案 我们两年前 有一个案例呢 确实是 客人的话 也生了一种病 那么加拿大的医生 需要的是保守治疗 那么我们把这个情况呢 给了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 真的是一个礼拜 给出了方案 因为呢 美国的顶级医疗机构 针对这种病人呢 给出了方案呢 是要进行手术 积极的手术治疗 加拿大的医生呢 也是确实是 谨遵医嘱 他们也相信权威 在给出这个报告以后 他们两个礼拜 就安排了手术 原来呢 是先观察半年 那么在 他把这个医疗的 这个体检报告 给了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 一个星期 给出了 全美机构的 这种诊断方案 加拿大的医生 看到方案以后 两个星期 安排了手术 做完手术 现在我们的客人呢 康复的非常的好 所以呢 他说 盛先生 其实呢 我的保安呢 20万 并不是很多 这个呢 与其说起来 我这个保险买的 我得到的最大福利 其实是这个 最权人的治疗方案 这个福利 比这20万的福利 还要对我来讲 更有意义 这个说出 我们很多人心里话 因为我们有的朋友们 他的经济条件非常好 真的是拿得出钱来 或者说是不差钱 但是呢 我们需要的是权威 我们永远需要权威的建议 您有了这个保险 保额不管大小 哪怕只买10万块 5万块的保额 您也享有这个福利 如果您要想去美国 去治病的话呢 保险公司还会给您 主动去联系医疗机构 帮助您协调入住 这个的话呢 都是免费的 只不过您自个的交通费用 是要自己去承担的 这个是保险 你也可以管 一人淘宝 从保单生效第一天呢 全家都可以受益 这个是什么意思 如果我嘛 不是说一人买的保险 全家呢 都有医疗的 都有重病保险的 不是 是这项福利本身 我和我的家人 我的家人是我的配偶 还有我的未成年的孩子 这些都是 不是往下去投保 是管的 未成年的孩子 一般的定义 21岁以下 这些都是管的 因此哪怕呢 全家人 有的人身体不好 买不了 先生身体不好 买不了重病保险 但是太太买了重病保险 那么太太买了重病保险 先生呢 也有权利 享受的权威的医疗 这个诊治方案 专家汇诊方案 所以呢 这个是您花钱买不到的福利 因为如果您没有保险 也没有跟私家医疗机构 有过联系 当您需要这个服务的时候 你是找不到的 是没人去受理的 更是呢 就是还要再讲一点 有的时候 是不是要专门 朋友们会想起 是指我原来说的 24种疾病里的这一种吧 如果不是行不行 不是也没有关系 任何的疑难杂症 您都有这个福利 好吧 不是非得是受保疾病内的病 你才管我 才给我管我 去专家汇诊 都不用 因此呢 讲到这儿呢 其实我们的主体呢 讲了差不多 核心部分都讲过了 我们也讲 下面的话 就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究竟呢 看一看 理赔是占了多少 我们可以看到 绿色 首先讲 在截止到 这个在疫情期的时候 12月31号 总共理赔了 5759宗 那么赔了的话 5亿7100万 基本上是每一个 所赔的10万块的保额 非常巧 这平均保额也是10万块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究竟索赔是站在什么地方 70%是癌症 10%是心脏病 5%是中风 3%是心脏病搭桥 大家可以看一看 心脏病搭桥 中风 加上心脏病 这占了18% 70% 我们在简单 就是心脑血管疾病 加上癌症 占了整体索赔的88% 也就是将近9成的索赔 7成是癌症 剩下两成是心脏病 中风 还有心脏扎桥 等等等等 这些索赔 那么朋友也可能会说 那你赔的好不好 我听很多人说 重病保险不好赔 因为保险公司 收钱的时候方便 赔钱的时候 他挑毛病 我和大家介绍一下 91% 都是非常顺利的 这个理赔下癌 剩下的 没有理赔的 是什么条件呢 大家可以看到 是这个病症 不在受保的疾病之内 不是24种病 当然不能够赔 第二种情况呢 是不符合保单 合约所联名的 这个受保的条件 还有的话呢 就是不满足的 这个等候期 比如说癌症等候期 60天 就90天 或者半年 还有最后一个的话 就是提供了虚假的信息 这些都是不理赔的 给大家介绍 这是一个情况 如果再看到确切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 企业家30岁 得了心脏病 保单刚刚签发了6个月 就索赔了 赔偿是20万 再有一个呢 是我们的同行 理财顾问 33岁 得了中风 赔了25万 这个保险 已经生效5年多了 5年半的时间了 索赔了25万 这是另外一个 大家呢 有一个 你看这是200万的 一个企业家 46岁 得了心脏病 赔上200万 200万呢 是我们可以买到的 重病保险的上限 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 一个企业 这个企业的企业家 就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再确切的分析一下 平均的索赔年龄 女性是50岁 男性是52岁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女性呢 在年轻的时候 37到50岁期间 其实一般的保险 大家都知道 有一种呢 概念 叫做呢 女性买保险 比男性便宜 那么重病保险呢 可能是个例外 女性呢 没有比男性便宜 或者至少 没有明显的便宜 那这也是一个原因 因为呢 平均的索赔年龄 确实是早发的 最年轻的女性索赔呢 是19岁 最年轻的男性索赔呢 是6岁 这个得了癌症 是血癌 年长的理赔 一个是84岁 女性得了癌症 男性呢 是76岁 心脏病 是这些索赔 下面开始 最关心的有一个 大家可能看一个 哎 你这保险好像听着 还有点意思啊 我要值得一下 保费多少 那么今天呢 给大家来举例 我们只是呢 举了一个10万块钱 而且的话呢 只是举了30岁 40岁和50岁 不抽烟的人士 并且以 Manuel Life 中文叫红利保险 举为例子 因为五家主要的 保险公司 Manuel Life Sun Life Canada Life 国联 加上EQ 叫恒信 这五间公司 都有同类的产品 而且每一种产品 都有不同的计划 因此介绍起来 实在是时间太多 感谢你的朋友 可以我们私下里 去交流讨论 或者呢 找您的理财顾问 我相信 都会得到 妥善的帮助 第一 先看30岁的男性 和女性 我们把保险呢 分了五个品种 第一个是10年定期的 10年定期代表 10年过后就完了 就不再保了 22年定期 是指22年过后 就不再保了 65岁定期 是指保到65岁 65到65岁以前 每个月的价格 每个月的价格 都是一样的 不涨 永久保障呢 就是活到多久 就保多久 含退保费条款 是指 如果15年 没有索赔过 就可以把保费 退回来 永久的保险 15年交清保费 含附加条款 是指 我像把这个保险 尽管保一辈子 但我不需要 交一辈子 我只需要 交15年 就公清了 15年过后 我尽管不交保费 但是保险依然 很有效 而且15年过后 如果不想要保险了 任何一年 我取消保险 保费 我所交的 都可以一分不少的 退给我 那么大家可以看 每个月的保费 非常便宜 一个月呢 就32块钱 10年不涨价 10年过后就没有 你要想renew 就增加价格 女士呢 是33 我们可以看到 没有明显的 区别 但是第二个 就不一样了 女士的保费呢 20年的定期产品 不但呢 贵 而且比男士 还要明显的贵 到65岁 不加价 那么65岁 没有索赔 可以退保费 男士每月保费 148 女士是135 那么 活多久 保多久 只要15年过后 我可以退保费 这个 201 209 这是15年保证父亲的 339 320 这是第一个 那么有问题 大家一会可以问啊 第二个 是40岁 40岁 大家可以看到 40岁的时候 男性比女性呢 就要贵一些了 88岁 88块钱一个月 82块钱一个月 这是40岁 如果买二年 148块钱一个月 121一个月 如果到65岁 就是保25年吧 从40岁到65岁 月保费是271块 245块 于是保到65岁没有索赔过 那您所交的保费 一分不少都退给您 您的钱永远不会浪费 所有我说这些保险 一会儿呢 还有一个特例 大家可以接棒一下看啊 50岁 50岁的男性 如果买10万块的保 246块钱 181块钱 重病保险 一般来讲 各个保险公司呢 60岁是投保的上限 超过60岁就不再投保了 但一般来讲的话呢 保险公司Target的客户年龄段 是从30岁到50岁 我们可以继续看 如果50岁的男士 买一个22年的保险 每个月的保费 360块钱 想买到65岁的一个险种 不卖了 Not available 要想买65岁的 那么年龄最大 不能超过45岁 也就是说 你要投保20年 才可以购买 那如果要买永久的 一个月740块钱 604块钱 如果15年要付清保费的 837 788 其实后两个险种 您所交的钱 已经超过保 10万块了 因此就有的时候 朋友们说不想买保险的原因 可是我们还要知道 其实这个保险 它有很多的福利 最宝贵的一个福利 特别对于经济条件 好的朋友 那么私家诊所 私家诊治 Best Docter的服务呢 是非常好的 是你花钱买不到的福利 所有这些保险 都有一个条款 如果我有索赔 这个意外申雇 在这种情况下 您所交的保费 都会退给受益人 我这边所有的计划 都有这个 不一定的条款在里 跟大家再介绍一下 好 尤其我的朋友 在做讲座的时候 如果讲一份计划 讲一个产品 不讲它的受保的条件 或者是非受保的因素 非理赔的因素 都不是一个全面的 一个客观公正的 一个介绍 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 致命保险 尽管理赔这么多 超过90%以上 都会得到赔付 但确实有下列情况 是不赔付的 第一点 不管你神智是否清醒 如果自己蓄意受伤 换句话叫子残行为 有人会说 我当时受药物或情绪作用 神智不清 做出的伤害这件事情 对不起 这才讲得非常清楚 不论神智是否清醒 蓄意受伤 自残 都不在受保范围之内 第二点 触犯或意图触犯刑事 这就是说 如果作为犯罪活动的话 我是意外的一个受害 被别人车的撞到的 或者别人有非凡的行为 我是无辜的受伤的 受了榴弹击中等等等等 这些都可以保 但是主动参与方 受到的这些情况的伤害 不在受保范围之内 这个受保人呢 蓄意的服用 不是医生开的服用的处方药 或者是麻醉剂 这些呢 不保 加拿大呢 尽管是合法出售的 处方药 或者是麻醉剂 但是呢 没按照这个 医嘱或者厂商建议使用 大量的服用 滥用 也不可以 再加拿大呢 非法出售的药物麻醉剂 其实是毒品 这些肯定是不保的 任何可以导致中毒的药物 或者是有毒物质 包括酒精 这些都包括在内 也是不受保的 酒精中毒 不受保 包括酒精在100毫升内却 酒精浓度超过80毫升 就能还去开车 这种情况叫酒驾 因为这种情况导致的损失 保险公司有权利拒绝 这个理赔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理赔的一些 非受保的因素 或者非理赔因素 这是一些通用的项目 每一个病症里面的话 一些小的项目 比如说这里面的话 如果你是从事医疗工作的 医护工作的 护士 医生 或者是 Health Care Practitioner 在这种情况下 医疗引起的HIV 保险也是可以理赔的 如果不是医护工作者 该人的HIV 保险公司不予理赔 这就是对于另一项的 我们现在讲的是 通常范围之下 通常条件所说的 非理赔因素 再给大家做一次 总体的介绍 今天我们介绍的是 加拿大公费体系 确实是 发挥的资金非常多 政府对人民的福祉健康 非常重视 而确实呢 我们也非常感恩 能够生活在加拿大 这么好一个国度里面 福利呢 确实非常好的 尽管是这么好的福利 确实是成本 也是非常高昂的 加拿大的税收 政府把三分之一 已经投入给了医疗健保了 还有三分之一呢 在教育里面 我们真的是 确实是资金 是赤字是今后一段时间的话呢 还是要很大的一个赤字的 那么政府压力会很大 因此呢 今后自费的项目 会越来越多 作为一个专业人士 那么我们要为雨绸缪 真正呢 做到自己在 不但在一旦 罹患疾病的情况下 我们有自我一些的措施 去保护好自己 那么Mindelab的重病保险 生了24种受保的疾病 在满足理赔的条件下 可以把保额一笔性 没有税给到您手里面 如果说是初期的病症 可以给您赔偿的 保额的25% 上限是5万块钱 如果说我没有生病 只是生活不能自理 需要别人照顾 或者他住进养老院里面 因为生病或者是因为外伤等等 或简单的因为衰老 都没有关系 自己居家 可以获得每月1%的保额 换句话说 可以给100个月 如果说住进了护理场所 老人院 可以拿到每个月的保额的 每个月保额的2% 就是给您50个月 这是可以做到的 如果说我呢 活到100岁 也没有理赔 也还活着 这个时候恭喜您 您所买的保额 比如说我买了20万 到100岁 我也没有赔 这个情况下呢 保险公司 比如把20万呢 都给到我手里 所以叫百岁老人福利 再有的话呢 我也没有生病的 我也没有其他的 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非雇 保险公司 可以把我所交的保费 都退给我 如果我买的是永久的产品 或者到65岁的产品 我可以选择15年之后 主动的退还 要求取消保险 退款我所交的保费 再有有的朋友会说 我不差钱 那在这个时候 您可以有一个医疗福利 就是 Best Doctor Health Navigator 保险公司会针对 如果说不断 灵患疾病 会在全球范围内 针对这个病症 最好的医生 最好的医疗机构 他会去替您寻找 最好的解决方案去 这个是花钱买不到的 不差钱的朋友 这个福利 就是给您们多深定制的 好了 那时间宝贵 感谢礼拜三 大家晚上抽出宝贵的时间 我呢 就把这个角度拿到这个地方 韩老师 有朋友们要有问题的话呢 我记得可以非常高兴 可以回答一些大家的这个问题 这是我的电话 还有二维码 如果想私下 有比较个人的问题呢 可以我们私下的微信 或者电话讨论 我们之间持有一个电话 和微信的距离 感谢北美华人健康的邀请 下面就进入提问环节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盛总 我觉得我自己也学习了很多 真的现在有一种 心动不如行动的感觉啊 因为我 其实在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 我相信很多朋友和我是有同感的 就是 特别是在这场疫情发生之后 身边有很多很多 就是我们曾经未曾想过的一些事情 发生的比以往更加频繁了 那很多东西其实真的是 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可控的 但是我们自己能够在我们健康的时候 给我们自己的可控的人生增加一些稳定性 我觉得这个可能不仅仅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保障 也是对于我们的整个家庭成员 我们关心的人 我们关爱的人的一个保障 因为当我们不能照顾自己 或者是有需要照顾的时候 不仅仅是这个 我们身体心理上 很多的时候是需要真金白银的这种经济上的保障 这个是很重要的 特别是当一些重大突发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那么这个重物病保险 可能在这个时候就会发生一些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那在这里呢 也非常感谢盛总统 这个真的是非常认真啊 有实力有数字 我相信大家呢可以这个过程当中去对标的去进行考虑 当然这样盛总说的 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所处的阶段不同 可能大家的身体状况也不同 肯定是不可能在一个讲座当中就涵盖所有的部分 所以大家呢如果有一些比较具体的私人的问题 大家直接联系盛总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也收集了一些这个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general的问题 那在这里在我们的checkbox里面也有 那盛总也可以看一下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重病保险的适用人群 可以再次跟我们同声一下吗 从我的角度讲呢 只要能够买重病保险 这是一个标配 这个适用人群的话 只要能买的都是适用人群 在保险公司里面啊 关键的关键的适用人群 target的就是最需要的 它不是从自己盈利角度的 只是从需求角度讲 三十岁到五十岁 这是刚需中的刚需 小朋友们当然需要 这个没问题 那么老人家呢当然也需要 但是因为呢费用和成本太高 这是活人税产品 这个成本高 所以也没有办法 并要负担轻易些 因此呢要我讲一讲 如果您是家里的顶梁柱 自雇人群 工作人群 或者是企业家 专业人士 这些买重病保险 是您的标配动作 都要购买的 再说一遍呢 如果非得要说到年龄的话 保险公司一般来讲 六十岁以下呢都可以购买 有的保险公司 比如说Mindulife 对于重病保险 那么只能从十八岁 到六十岁之间 到五十九岁 十八岁到五十九岁可以买 有的保险公司呢 对小朋友们是比较开放的 那么十八岁以下 小朋友也可以买 这是不同的公司会不一样 我们的各保险公司呢 都都有代理 因此我们会对产品比较熟悉 这一点的话呢 就如果朋友们 有自己的理财顾问 都可以问一问 是不管什么情况下 有保险都是最重要的事情 嗯 这是第一个 使用人群 专业人士 target的群体呢 专业人士 律师 会计师 这些就不讲了 医生 就不是说这是主体 都是这 都是这些 另外的话呢 工薪家庭 自雇的 也都需要 这顶梁柱 那我希望我回答这个问题了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对 就是在您工作过程当中 这二十多年的这个经历过程当中 是不是也处理到一些 在理赔的时候 我相信这个真的是很多人关系 大家都是觉得 我这个钱花了 千万别瞎了 千万不能说 我真的想要用 为什么用不着 当然我知道您在讲的当中 已经讲了很多的这个部分 那有没有一些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个 一些可能我们也或者是比较容易忽视的一些点 在理赔的部分 汉老师您讲的其实非常清楚 您在说问题的情况下 其实把问题重点都已经讲了 如果说起来呢 从二十多年 我个人来讲 我们的重病保险客户 现在这个旅赔率的话呢 是百分之百 那么另外也并不是索赔很多 好在呢 也并不是非常多这种索赔 我们的客人呢 我们都希望呢 非常的健康 这个有保险可以不用 对不对 最怕的是需要用 我们没有我们这绝大部分 可能是有保险没有用 那如果说理赔的时候呢 不容易理赔 其实呢 我们把工作应该做在初期 在申请保险的时候做 保险能不能赔 不是在赔的时候去决定的 是在买的时候决定的 因此如果讲起来重中之重呢 在申请保险的时候 对于个人的健康问题 要百分之百的阐述 因为刚才讲的几个理赔里面 理赔第一点的话是不在受保病症之内 这个就不说 因为你不是24种疾病 当然不能赔 这个没得说 有的是呢 有的病的等候时间呢 是90天 有的有80天 你没有满足 这个等候期也不能赔 这个没有关系 只要是满足了就可以赔 都不是问题 最大的问题呢 是刚开始有一些病症的 没有disclosure的 一些家族病史 比如说癌症 比如说心脏病或者糖尿病 有遗传因素在内的 这个北美华人健康 这有很多专家 对这方面都是专家的 我就不在这帮忙弄书 但是保险公司里面最在乎的是 你要把这些病症呢 要disclosure 他们在申请表格上问问题 一般呢都会问 你的兄弟姐妹 你的父母亲 有没有患这种病 你可以说不清楚 你不能够有说没有 这个不行 那么第二点呢 如果有这些病症 他们格外关系呢 是发病的时间 是早期发病65岁以前发的病 是稳定治疗着的 还是到了70岁以后发的病 还是30多岁就开始 有了高血压糖糖病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因此的话呢 一定要在买保险初期的时候 把工作做好它 这个是你的保险才能够放心 如果买了保险不放心 不知道能不能赔 那你就别买保险了 因此这个时候的话呢 保险公司也不是不尽人情 这就是我们从业人员的一种呢 非常重要的责任和义务 要对客户呢 在申请保险的时候 把这些情况呢都问到他 现在保险公司也都与时俱进 有很多情况下呢 受于一些我们的从业人员 或者是专业知识不足 或者是语言有一些障碍 我们可以请这些 问一些有关健康的问题 或有的朋友呢 他对这些健康隐私呢 比较在意 不希望呢 哪怕是保险经济这些情况 我们可以呢 请专业的医疗机构 来问这些信息 叫paramedical service 这些都不要有顾虑 最关键的是 把最真实的材料 给保险公司 其实呢 有的时候呢 保险公司呢 他可能当开始呢 没有做特别深的调研 不是说呢 他想在你索赔的时候 去这个再找你麻烦局 你不说没关系 等你索赔的时候我再找你 保险公司倒没有这种peaky 那么受预先的条件的限制 有很多情况下呢 保险公司 只要是两年过后 这份保单呢 基本算是一个成熟的保单 叫做contest period 过了这个阶段以后呢 基本上呢 保险公司理赔会 会非常的 这个便捷顺畅 如果两年之内 去理赔的情况 确实保险公司呢 至少要调你的家庭生报告 这是必须要看的 家庭生报告里面 会有非常详细的信息 就诊 各种药物都会有 你跟别人信息不相近 你生怕跟家庭医生 情况介绍的不够清楚 怕家庭医生 忘了什么东西 你没有说 当你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的话都这样子 再有的病人 会什么情况呢 知道住民保险好 但是的话没有买 可能呢 最近哪里不舒服了 要去看病了 在这时候呢 干脆这样吧 我先买个保险 我再去看病吧 这个情况都是 比如说我最近可能 心前趋 或者手臂麻 或者背后痛 等等等等 这可能是心脏病的前兆 或者头晕呢 悬晕呢 可能中风啊等等 或者的话呢 就知道自己可能血糖高 快要吃药 没有吃药 这种情况下 在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没有讲先买保险 那么最近几年 保险公司大的趋势 对于癌症心脑血管疾病 他们等候期 基本都是半年以上 就是说如果你买了保险 三个月以后得了癌症 对不起你别找 一般对于癌症等候期 现在的保险公司 是六个月等候期了 已经这些都要有 因此的话呢 保险是一份呢 双方信任的一个合同 我们保险公司 对我们是信任 一份责任去理赔 那么客人呢 也要对自己负责 把真实情况的话呢 介绍给保险公司 你不知道 真的是没有问题 最担心的是 知道了不说 再一个情况 就是抽烟的时候 不抽烟 这是高危地带 好吧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 保险公司 可以把你的保单 作为无效保单 那么你所料的保费 也不予退还 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 曹老师 我不知道回答清楚了吗 这么讲 好 非常非常的清楚 我觉得有一句话 讲的是最重点的 因为其实保单 也是我们和保险公司的 一个合同 我们在加拿大生活 我们知道 其实这个法治社会 这个合同是保障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那么保险公司 其实保险公司在金融业 一个是非常成熟 非常久远的一个产业 或者是一个行业 那么他之所以 能够生存这么久 其实他一定是 对于我们的这个用户 他不是说 为了骗我们前后 其实他是一个 不可持续的 他一定是 本着服务为宗旨 他才能够持续的去运营 所以我觉得 大家基于互相的信任 当然我们保险经济 也是一个中间 非常重要的一个专业人士 他们用专业的知识 来服务我们 所以这个时候 我觉得最重要的 是一种信任点 你选择了一个 你非常信任的这个保险师 在你们签订这个合同之前 双方都了解自己 应该负有的责任和义务 那我觉得就像盛总说的 你签下了之后 大家都是 你就可以有一个 后顾无忧的 这样的一份保障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大家呢 在这个了解的部分当中 就要长相 我们盛总比较有经验的 然后他也了解 行业内的动态 一些新的趋势 一些整个的这个大的这个问题 当然还有一些细节的 有一些误区 有一些雷点 有一些槽坑 那都可以帮助去避免去规划 那么下面呢 就是刚刚您也说了 这个问题 我觉得应该可能很多朋友 也会很感兴趣 就是我们加拿大 您说有五大保险公司 那有各种各样不一样的 这个package 可能对于我们普通人 没有这个方面的专业知识来讲 这个可能真的选择有选择困难症了 所以能不能就是说简单的 当然我知道这里边肯定是很复杂的 每一家肯定都有自己的原因 但是每一家是不是都会有一些自己的特色 或者是特长 这样可能我们比较容易先入手 去进行一个比较和选择呢 哈老师 谢谢您 您表达总这么清楚 其实您把问题说完了 我们对答案基本就已经有了 确实是保险公司 各五大保险公司 我们都有代理 而且呢五大保险公司 都有重病保险 这个产品 区别的话呢 其实要讲一句话 四个字叫大同小异 我呢要讲 不管是哪家保险公司 加拿大保险公司都是好保险公司 都是在全世界评级最高的这种金融机构了 那么你大可信得过 那只要买了就是好的 这是第一点说明的 大同小异 只要买了就是好的 我们我和我同行之间 其实我都在讲 只要是不管是找谁买 只要您有保险 我们就高兴 我们是给您保驾护航的 有了就好 那您要增加点区别呢 也多少有一点点区别 五大公司里面 比如刚才呢 重病保险里面 对于这个帕金森综合症 在理赔的时候 Manulab说的 六项 这个生活基本的 先走 穿衣 洗漱 去卫生间 控制去卫生间 有两项 不能够自理了 我们就可以赔钱了 那么 其他的保险公司呢 会有八小时陪护 看护这个条款 就是我尽管是得了这个病 但是我不需要八小时看护 这个时候不能够理赔的 这是一个 这是就一个不同点 但是大同小异 有的保险公司呢 一份保险可以有两个用途 那我买了重用保险 也可以当长期护理保险用 那么有的保险公司呢 这个条款就没有 那没有这个条款 也不代表是坏处 那么 你有这个福利呢 也是拿钱买来的 没有这个福利的情况下呢 费用也会便宜一点点 这也是另外一个条款 再有的话呢 比如说加拿大的 这个Top3保险公司 Sunlab有名人寿 他对于癌症的定义 可能呢 没有这个lab threatening 换句话说 就没有危害到生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也可以理赔 其他的保险公司 在理赔的时候 都叫lab threatening 这个情况下才可以理赔 但是也不要被误导 这个条款的话呢 怎么解读里面执行钱 会有比较多的定义地带呢 因素会比较多 我不好随便说 这也是一点点 那么加拿大人寿 加拿大最老的保险公司 也是第三大保险公司 他们在这个保险里面呢 一般保险赔完了 只要全部赔了 保险就没有了 加拿大人寿重用保险 赔完了以后 只要你买一个条款 还可以呢 继续赔第二次 但上线呢 只能够限在十万块钱 所以都不太一样 因此呢 这个就是比较个人的 不需要有选择困难症 您的负责任的保险经济 都会给你们介绍好 我要讲起来的话呢 其实大同小而已 只要买了就是好的 不要因为产品多条花言 而耽误时间 马上行动才最重要 我觉得这个就是马上行动 最重要 心动不如行动 大家想要买去联系一下 沈总 那我们另外一个问题 我相信这个可能 有可能是自雇人士吧 他问我的这个重病保险 可不可以以公司的名义 为个人购买 哇 这个是非常精明的企业家 重病保险首先说 完全可以用公司名义去购买 因为有的我们见过一些 企业家客户或者专业人士 他们的公司的账面上 有非常充足的现金 因为他就会说 盛先生 你看我这么多钱 放在这也没有多少利息 我也不好随便花 自己本身税就很高了 再拿出来税更高 我买份保险不就可以了 我说当然好 那么只有两点需要注意的事情 如果我们听众们 这个观众朋友们 有自己的公司 或者孩子家属 有公司想买 完全可以 两个注意事项 第一点 公司买重病保险的保费 不能够减税 是税后的钱去买 我如果每年花一万块钱 用公司名义 给我自己买份重病保险 公司拥有保单 那么我这一万块的保费 不能够减税 是你税后的钱去买保险 会计师都会告诉你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保额赔出来 如果万一不幸 罹患重病 所赔 不幸中的万幸 所赔 有保险所赔 保险也是赔给公司 不是赔给个人 好吧 那么你从公司 用分红的形式 或者自己的发展 找会计师去 谁花钱 谁拥有保单 谁得 谁得益 这就是原则 可以这么用 当然你要说 在有这种运作呢 在高端运作 也都可以 今天就不做 去这个具体介绍 只是简单介绍一下 那刚才呢 韩老师 您提点非常好 其实保险呢 是合同 保险这个合同 是单边合同 是unilater的合同 这是最后一句话 我只要提供了 给保险公司 真实准确的信息 保险公司 只一旦承保了 它就不能够 取消保单 我只要能够 按时交保费 哪怕我今天 交了保单 交了保险 身体不好 你不能够取消我 你要给我 做单边承诺 但是前提条件是 你必须要提供 真实准确的信息 再代可以 就有承诺了 因此呢 我们在买保险的时候 是给保险公司 一个承诺 我给你真实的信息 剩下的事情 就交给我们 保险公司去承诺 我们保险公司 最后 大家都知道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 祸福都说到这 都可以 金融机构 也可能破产 银行也可以破产 在这 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银行破产 一个账号 能管多少钱 能够保多少钱 我们企业家 忘冠家财 在保险 在这个银行里面 韩老师 有一个小的quiz 如果说 企业家在银行里 有100万存款 银行破产的 他能拿回多少钱 10万吗 上线 我自己有一个存款保障 一个账号 10万块钱 还不包括投资 还不包括美金账号 好吧 10万块 如果保险公司破产的 您所有的福利 90%没有上线 所以你就会看出区别来 我有100万 至少90万是保底 我有1000万 没有上线 900万 因此的话呢 加拿大的保险 确实是我们 不可多多的福利 今天呢 非常高兴在这里呢 感谢 就非美欢然健康的邀请 感谢韩老师 曹老师的宝贵时间 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我是不是超时了 8.37 没有没有 刚刚考虑时间 我觉得其实就有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无止境地讨论下去 大家可能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 那就像我说的 私人的 个人的问题 我欢迎大家直接联系我们的盛总 因为我们也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 没有办法给大家回答 那么我们这个后面呢 还会接着请盛总 给我们做其他的一些不同的 这个分享 所以呢 再次给我们北美华人健康打个小广告 就是大家呢 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就搜 北美华人健康 就出来了 那大家可以订阅一下我们的公众号 或者呢 就是cniw.org 这个是我们的官方网站 那我们所有的这个信息 就是我们下一期 盛总什么时候开奖 也会在那里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我们的讲座呢 也会以录影这个录像的视频的方式 放在我们的油管YouTube的账号上 大家可以随时去看 或者你说哎 我有一个朋友还不是很清楚 想了解一下 那你肯定没有办法完全复述 你就可以把这个链接发给他 让他听一下盛总的这个分享 然后再进行具体的资讯 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的好 那总体来讲呢 我们北美华人健康的宗旨 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每一个移民 来到我们加拿大 都能有一份对自己健康的一个保障 那这个健康保障 其实取决于很多很多的方面 那么健康无价保康复最重要 我觉得这个盛总的话 是已经总结了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宗旨 我们也希望和大家同行 特别为我们的长者 我们今天你们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 为大家的福利而不懈的努力 也为我们所有华人这个健康不懈的努力 那在这里呢再一次感谢大家 在这里的收听和观看 那我们希望呢 我们下一次的这个公益分享会上 还能见到大家 那也祝大家晚安 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谢谢谢谢盛总 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 谢谢